再来看到这个 慈母手中线由子身上衣 这首诗大家几乎都朗朗上口 为了感谢妈妈的辛劳 南加州嘉音社庆祝母亲节 举办慈母手中线的活动 25年来是不曾中断 今年特别推出一场母亲形象的服装秀 社区名人和素人都来共襄盛举 让妈妈过个特别又不一样的母亲节 现在妇礼大初级 抬头挺胸向前行展现自信 全家总动员清凉舒适服装 开心的出游 还有母女孙三代同堂一起亮相 孙女在妈妈跟奶奶的手背上 坐飞机好好玩 ABC年轻世代也来参与她 穿出年轻人的主张 社区名人和素人争相来走秀 完全是冲着妈妈而走 所以我们来帮助这些妈妈 为他们打扮 可以上台来走台秀 这是他们一生最快乐最光荣的时候 让她的孩子们都来为她庆祝 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关心妈妈 都能爱妈妈 尊容妈妈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 很开心全家一起来的盛会 庆祝母亲节 妈妈形象大蜕变的服装秀 全场经验 整体形象造型达人 摊式化进行策划 慈母手中线今年增加新量点 让妈妈超开心的 声乐家陈芳林演唱 若是有礼 在我生命当中献给妈妈 也向模范母亲代表送上祝福 支持媒体人乌兰 现场大方分享当妈妈的乐趣 说出妈妈的共同心声 从进场开始 童子军对妈妈的祝福 以及到整体节目的安排 不论是喜憨儿 小朋友的丝带舞 芭蕾舞蹈 精彩节目是 一个接一个 发扬母爱的光辉 嘉英社25年来 用心全看得见 东升新闻 吴中国 魏宽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